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医疗技术有相当水准 但是医病关系却让许多人很不满意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教育部已经决定 未来的医学系毕业生 必须要先通过临床模拟测验 也就是要直接跟假病人互动 由现场的老师来打分数 如果没有通过这项考评 就不能够报考医师执照了 医学系的学生从今以后要考试 就不只有比试 将来还有假病人的模拟测试 因为过去在医学专业养成过程中 年轻实习医生跟在主治医师后面 寻病方和看准 很少跟病人互动 但光有优异的成绩或是专业知识还不够 因此透过临床测试 就知道医生的沟通能力强不强 南部的考生 最少有一半的平均的老师 是由北部的下去 那北部的学生考试的时候 南部的老师来平均 那这样就把这个 把这个顾力把它减少 而这项新的临床测试 未来将以医院志工和演艺工会人员假扮病人 医学系学生和假病人之间互动 现场有两名老师观察评分 评分标准包括询问病人家族史 和讲话避免使用金色医学用词等 不过医院会认为 由于采用的是假病人 担心真实性可能不够 如果可以实际跟病人接触的话 了解病人在看诊里面的种种状况 一定有助于他们未来在看诊的时候 可以跟贴近病人的需要 然后维持这个良好的疫病关系 这项临床测试明年4月将开始失败 到时国内将1400多名的应届 毕业医学系学生将参加模拟考试 第一年先办医学系考试 未来再陆续扩大到中医 牙医和护理系 而在民国101年将列入正式考试 如果没有通过这项测试 就不能参加笔试 考医生执照 记者陈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